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受 接任这个总统的 所以在美国的政治中 它是身份特殊 严心敏感 它的一技一动 它是部分的代表了美国政府 美国方面的一些政策异象 佩洛西的台湾性 就是为了迎合美国国内的反华的气氛 那么拉抬民主党选情 来保障民主党还能控制住参议院 控制住众议院 佩洛西就是故意为了自己的政治私利 为了牢取更多的政治资本 或者说在美国反华势力当中的 这种地位和影响 刻意来台海 来搅乱台海局势 佩洛西不是代表他自己 他自己也是个棋子 当然他这个棋子玩得很开心 白宫现在是说我管不了佩洛西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两手的策略 这当然也是一个甩锅的托词 我们都看到了 佩洛西从马来西亚 他本来就是 如果说走直线最近的距离 就是穿越中国南海 那么到台湾 但毕竟我想他自己也知道 他这次串访台湾 是一个非法的一个行为 那么是遭到了全中国人民反对的一个行为 所以说 佩洛西本人 包括美国军方 那么他也很担心 也很害怕 我们对他穿越中国南海的时候 对他做出这种反制 所以说他绕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圈 那么绕到这个菲律宾东面 然后在北上 再到台湾 这说明佩洛西 他没有底气 他实际上他心里是 还是害怕 就是偷偷摸摸的 那么就 绕来绕去 他也知道自己是不占理的 按照佩洛西个人的这个政治高调 张扬 这个我行我素的这个风格 他一定是非常高调的 公开他的行程 但是这一次弄得偷偷摸摸的 想毁之近乘 深更半夜再到台北 是不是 然后之前行程也不敢公开 弃台湾还不弃台湾 所以他的利益的算计 是考虑了很长时间 这次这个活动啊 是严重这个侵犯干涉了中国内政 严重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 跟中美三额公报的相关规定 严重冲击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严重威胁到台海和平稳定 向台独势力发出了错误的信号 他的一切后果 这个佩洛西本人 以及美方是要承担这个严重的后果 台湾是中国领土 凭什么美国政坛第三号人物 可以跑到台湾来 是公然公然的 猖狂的 高调的 完全完全没有任何顾忌的 对中国的严重的挑衅 所以美国这样的严重的挑衅 他也在测试中国的底线 但是身为中国人 在我力所能及 我必须表达我的愤怒 我们大概看到我们大陆 从中央到民众 都会有一个 要保持高度的战略耐心 跟战略定地 第二个要发扬 我们的斗争精神 斗争本领 第三个要坚决回击 强力反制 强力反制 我们新华市授权公告 我们国防部宣布在台湾周边 6月7月进行军事行动 我想这个行动是非常是打击台独 威慑震慑强敌 这个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这6月7月实际上是在台湾的周边 我觉得是形成了一个战略风俗 立体包围 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海空的 这个实弹封锁演习 这个对台湾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一个堵塞了美国的所谓的第一岛链 我们也控制了台湾西南部的 叫巴士海峡 这个都是针对台独分裂势力 针对外部势力干涉 针对美台勾连所采取的 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当的行为 那么我们对佩洛西 践踏一个中国底线的这种 严重的这种回应 实际上是有理有据 那么这个有合法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就是 已经反映了 就是我们在这个佩洛西 采访台湾这个问题上 我们没有慌 我们是按照自己的原则 那么依照我们自己制定的这个步骤 去回应它 还是听从中央的这种统一的指挥 因为这叫有理有据有节 那么是会是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呢 有更加的主动 那么也更加的就是 能够争取到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支持 对我们的支持者